看起來的話出口是大幅成長 但出口它的成長是因為進口太少了 因為它進口原物料很少 鐵礦說要創新低 然後一些所謂的原物料部分都創新低 是因為中國進口大幅減少 大幅減少是它價格底下 進口減少那一區市場就是弱的 那出口它是就順差它是增加 但重點是進口率退得很厲害 所以這就表示未來出口它會下降 難怪GDP是逐漸下滑 第一個GDP 第二個就剛才所講CPI 我們來看CPI CPI是消費者物價提出減少通膨率 就是說你可以發現 它過去在這個地方大概3.1 但它大部分都維持2%的水準 但是計時在2%以下 它馬上往上拉 那現在的話是連續續的下降 那以我的字卡這樣來對照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已經很久了 2% 1.6% 可能11月份會降到1.4% 也就是說它從3.1%的CPI一直往下降 降到1.4% 也就是說它告訴你說國內除了阿里巴巴 光棍節 去年賣350億人民幣 今年賣了531人民幣以外 其他的銷售情況都不是很好 都在萎縮 CPI叫做消費者物價指數 如果一直往上往上代表物價是增加增加 一直在漲價叫通膨 可是如果CPI一直往下掉 那叫通縮 就大家不願意買東西 除非有特價的光棍節那種 所以它這個下滑的速度這樣越來越快 等於說它現在CPI的水準的話 是跟美國的水準一樣 你想想看喔 美國一年經濟成長率大概2% 它一年經濟成長率是7.5% 7%以上好像太低了 結果那CPI只有1.6% 2%它的CPI的話大概1.7%左右 所以可見它的消費的話 越來越萎縮 所以它的經濟的下行的風險的話 可能會很快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它開始緊張 而且重點的話 我們猜一個字卡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它有一個服務的PMI 這採購經營指數是未來的 未來現在情況 未來可能會發生 這個52.9%的話 10月份的話是3個月的新低 所以表示CPI也在下來 GDP也在下來 服務的PMI也在下來 那這個有可能會硬著陸 搞不好就真的降到7%以上 就變6.9% 6.8% 那個到時候企業的一個倒閉草的話 就可能會出來 而且重點它為什麼要存代比的話 要調整那麼多 丟出5.5兆 其實除了你生長成本你本身高以外 你的租稅負擔率你也不輕 大陸的話租稅負擔率是19.6% 這麼高 韓國是20.2% 而且這個租稅負擔率是企業端對不對 對 那韓國高是因為它企業賺錢 而且它誠實繳稅 因為那些大企業逃不了稅 太大了 所以它的那個小企業比較容易逃稅 像台灣地下經濟占25%容易逃稅 它這個的話 前14大企業占它整個GDP 72% 它不容易逃稅 所以原則上它繳稅繳得很正常 那日本16.8% 香港13.6% 新加坡14.1% 台灣12.6%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台灣跟大陸的話 它的租稅負擔的話是重的 租稅負擔率越高 企業的那個繳稅壓力越重 壓力成本就大了 對 然後在大陸去借錢的話 我要6%的利息 下降0.45% 就是5.6%的利息 你拿台灣借錢的話 也許你只要2% 對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那個企業貸款 有的你企業比較大 然後抵押比比較多的話 貸款的利息 有時候才2% 3% 2% 了不得 都只是2%左右 它他們要5% 所以你可以發現 租稅它也比我們高 那在所謂的這個 像銀行借錢的部分 也比較高 那現在企業 勞動成本也高了 土地成本也高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GDP這樣下來 CPU這樣下來 服務PMR這樣下來的話 搞不好 它的一個所謂的硬著陸 在經濟成長率變成6點多 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它在這個節股眼 國務院的話 就開始融資 10個條件出來了 要丟出5.5兆的資金 感謝文西 剛剛我們有那個 CPI跟PPI 再秀給大家看 千萬不要小看 這兩條線 我剛已在的念 CPI叫做消費者物價指數 當它往下掉 叫做代表民間消費這一端 購買力消費力在減弱 PPIP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一直下滑 代表企業端的購買力 也是在減弱 民間還有企業端都減弱 我真的害怕 大陸股市上陣 管它的 上陣就算股價 來到了超過三年來的新高 漲高 冰雨啊 又如何 怕的就是這種高 會不會是經濟走落下的假象呢 今天 其實我認為說還是有一些往上走的一個機會啦 其實像剛才 阿文塞講到說CPI下跌的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層面來看的話就是彰顯在房地產的上面啦 像現階段來看的話呢 大陸的房市已經連續六個月價格在做下滑 而且十月份公布出來七十大城市的房價 無疑倖免全數都是往下走的 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房價在往上走 所以我先要一個答案 剛剛阿文塞講那個中國大陸的GDP喔 現在至少還保住七 單線就是破七變成六點多 中國大陸的13億人口 這掉以1%是很恐怖的 中國大陸的經濟 拖累它走下坡 莫非就在房地產 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短時間之內不至於啦 現階段有這樣的隱憂 所以他們大幅度的想要來挽救這一塊的市場嘛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像大陸為例來講好了 它啊 房地產相關鋼鐵 水泥啦 化工啦 家具這些的產值 就佔它的GDP四分之一耶 那你看房地產的價格持續下修的情況底下 所以現階段大家一直在比拟說 大陸的房市現在的這個景況啊 就好像2007年的時候美國房市一樣 那中國的官方當然會很緊張 因而去做降息這樣的一個動作啊 所以說我們看到說像這個降息的動作 一做出來之後 今天整個大陸股市上揚的一個股票的話 就跟房地產有很大的相關 像是這個保利地產 像是招商地產也通通風上漲停 漲了10% 那甚至像是萬科A這些也漲了8% 9%的一個幅度 這些的話都是在彰顯說這一次降息底下 可以受惠到的一個族群啊 那當然在台灣這邊相關的做電梯的 永大啦 成林做水龍頭這些的 你看今天的走勢也很強喔 那當然除了房地產這個部分今天走勢不錯之外 像是一些基礎建設的公司的話 今天在大陸股市表現也很不錯 比如像是中國交通建設 中國交建跟中國鐵建 這兩大的公司就是在做公路港口跟這個高鐵的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陣子啊 中國跟印度也有簽了一個大約說來核建高鐵 高達2000億的一個商機 就是一兆台幣的一個建案啊 那這個降息下去之後啊 渴望說可以持續去擴大或者刺激他們國內公共支出這個部分 所以在我們台灣這個部分 你看像台尼啦 中鋼 今天也有很多市場上的一個討論 那當然降息這個事情的話 對於金融產業來講也是有幫助 所以包含像今天招商證券 光大證券 長江證券這些 也紛紛有拉上漲停或漲步 他們漲停本是10%呢 對 10% 沒有錯 所以今天很強勁的都很快速度封上漲停啊 那當然在台灣這邊比較相關金融產業在大陸做金融生意的 包含像F中豬或者是玉龍集團底下的玉龍 就是做這個汽車貸款的現階段也切入到大陸的市場 這些的話都是今天比較受惠的族群 中國大陸的肉股現在呢來到了三年多來的新高 原來是資金行情堆砌之下的 基本面有一直越來越好嗎 並沒有哦 所以我們趕快進廣告 因為史上第一次哦 美國在明年準備要升息 然後呢中國還有好多國家 我跟您做一下報告 好多國家現在不是升息是降息哦 莫非全世界的經濟出現了骨牌效應的大危機 我請漢偉準備另外一個 關鍵要告訴您什麼 不說不知道耶 我們統計資料來看哦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股市 每逢12月份好像上漲居多哦 漲多少呢 我們打八高期呢 有沒有機會呢 一般對流式電暖器體積大耗電暖房速度慢 北方第二代對流式電暖器 應用流體力學原理設計 經實驗證明比第一代暖房速度提升30%更省電 房間浴室兩用 北方電暖器 出了六都就沒有4G 台湾之心 讓你走到哪又到哪 4G覆蓋全台 公測好評 滿意度破表 台湾之心 挑戰全台最強覆蓋率 T-Star 台湾之心 一二級胃藥 力達刺康 能緩解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 胃炎 胃酸過多 我是陳永康 我用力達刺康 金華金 讓酒正式進入金釀時代 金華糖 金釀黃金酒 瞩目上市 您現在收看的是 前線百分百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專為理財專家打造 摩根Insights APP 隆重推出 投資專業 一指到位 摩根市場洞察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升過前一強月 投資人須知 人生不是過得怎樣 而是懂得怎樣去過 懂得創造非法